听北京 博物馆记 北京天文馆 中国的天文馆 跟大家说 这世界是排名第一的 像北京这样的天文馆 外国可能就没有 至少反正掌柜知道 好像美国是没有 美国都是天文台 而不是像北京这样的天文馆 天文台原来啊 都是在这有个望远镜 然后呢 在这个望远镜的周边呢 再盖一个球目电影 走廊里呢 挂一些这影片 个别的 就这个比较有名的这种天文台 会有一个很小的展厅 但是我跟你说 规模上和北京天文馆 这样的博物馆 性质的展馆差得太远了 中国人对于天文的热情啊 我觉得鬼子是很难理解的 是吧 天文对于咱们 咱们中国人 这天文太重要了 是吧 咱们过去 一说一个人有能耐 咱们怎么说 说诸葛亮 诸葛亮是养殖天文 复查地理 中小人和 你看 天文排在第一位 养殖天文 这是第一位的 所以来中国 来北京 你 你不知道说北京有个天文馆 你算是漏掉大节目了 北京天文馆不但是最大的 也是在我们的文化中 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北京天文馆就在动物园的 北京动物园的对面 是吧 早年还有个观像台 观像台现在在建国门那边 天文是 是中国古代帝王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类似于斯天建这样的机关 历朝历代都有 而且都是很神秘的部门 他们担负着为皇帝预测未来的职责 都是国家最高机密的部门 有话 他们有话 都是直接和皇帝交流的 这和咱们现在的天文馆 当然说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给大家 咱们给大家简单的说说古代的天文 首先大家还是要了解古代的观天的方法 咱们童话里老说二十八秀 是吧 二十八秀啊 其实是一个刻度 所谓的二十八秀 就是天上的二十八个方位 每个方位都以一组星星来命名 那我们 他们这些星星 所以咱们说他们特别 是因为这二十八秀 他们之间的相对的位置 从地面上观察的时候 这二十八秀之间几乎是固定不动 所以用他们代表天空中的二十八个区域 天上的二十八个区域 就和地上的周辅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古代天文和地理是一回事 只不过是仰头观天文 是吧 低头看地理 二十八秀分成四个方向 每个方向分别有七个刻度 这就是北方玄武七秀 南方朱雀七秀 是吧 东方的青龙七秀 是吧 然后是西方的白虎七秀 就玄武朱雀青龙白虎 那然后四七二十八 这是二十八秀 这样把天空天空分成了二十八份 用来代表方向 夜观天象看什么 实际上就是看那些相对于这二十八秀 它的位置变化的形象 整个天穷是转动的 一年四季 你看到的天穷是不一样的 但是二十八秀之间的远近是不动的 以他们所在的位置 去看那些相对于他们运动的星星 什么星星运行到了哪个位置了 就代表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颗星从这个区域移动到那个区域了 代表什么事情发生 等等 就记录这样的天象 然后呢 然后与历史上有这样天象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做对比 据说就能预测极凶 这个那个 那个咱们现在你看大街上 那个看图表 买彩片 那是一个意思 那无非就是让你掏钱的时候 坚决一点呗 古时候当一个秀才也是不容易的 这些都是必须学习的 但是 咱们说这些观察星星位置的变化 这是短期的预测 说是某天啊 发生某天象 表明出现某事 这恐怕可能是马后炮 是吧 看到的时候 这个事就已经发生了 怎么办呢 于是有些人会推算 哪天日时 哪天月时 哎 推算这些干什么 推算这些其实是在预测未来 发生这种天象的时候 会伴随着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你能够推算这种天象的发生 你就能够提前的事情 但是这种天文的计算是很复杂的 算算太阳 算算月 这就已经要了人命了 是吧 怎么能预测所有星星的位置呢 这就是你在古观象台看见的 咱们那些所谓的天文仪器 那还有一些天文模型 我们造这些仪器的目的呀 中国人造这些仪器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做科学研究 说我打算观测宇宙 不是 是为了要通过这些仪器 这些模型 提前几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 来预测这些星星的位置 然后通过预测这些星星的位置 来预测未来 你看历史上咱们说 几大刺客行刺前 都有异常的天象 我告诉你 你要是仔细找 每天都有异常的天象 但是以后就说出现这个天象啊 就是就是要要有刺客 哎呀 这是反正反正小心没大错 是吧 就这么个意思 咱们国家对天文学的重视 其实就是源于这种预测学 当然星星也有很实际的用途 是吧 在在预测未来的同时 除了算命 咱们的时间 咱们的日期 咱们的月份 年代 其实 其实都是由星星来确定的 原来这些 这些星星 所 所代表的一种 怎么说呢 单位 很多 很多 都是 咱们原来代表时间的 这样一些单位 以前很多都是 都是这种 这种观天时候的 刻度的单位 我带自己的小孩子 是吧 去过好多次天文馆 我其实特别希望小孩子了解天文 一个呢 是是将来这对于他读懂古书 我认为很重要 是吧 他能知道有有些尖刻的文字背后是有天文学的含义 是吧 让他在领会我们这个文化 中国文明的时候 对那些好多人嗤之以鼻的故弄玄虚 我希望我的小孩子能够对这些心存敬畏 我们是一个买彩票都能搞出K线图的民族 这个背后是个习惯 两个不沾边的事情 我们就能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 是吧 有白红贯日 那就那要出刺客 我们不善于推理 但是很善于总结 眼光我们眼光有限 很多事情都都归于自然 其实其实这哎呀 这也是一种一种轻松面对的时候的态度 当然去去天文馆不是带小孩子去学算命 是吧 我的意思是说要要正确的看待咱们国家历史上的科学 我们老祖宗和科学走的不是一条路 哲学是让我们走出了茬的 但是也因此我们把科学走没了 咱们国家古代的数学 是吧 咱们的医学 咱们的天文学 最终都是哲学 什么叫哲学 举个例子 怎么治病 那这这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吧 我们老祖宗给你的回答 怎么治病啊 你得心善 哎 去天文馆其实算是一种解脱 换个思路 看这个世界 回到一个一个一个科学的思路上来 这个世界是物质 是吧 天上的二十八秀 其实有自己的组织形态 他和我们看他们 我们看他们彼此之间近在之时 其实他们彼此是相隔万里 而且是彼此隔绝的 我见过很多很多现在的小孩子 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海归 嘲笑我们的文明 认为那是迷信 那是骗人的 因此崇拜外国的文明 是吧 恨不得把老爸的名字都改成张约翰 约翰张 其实不但是我们 很多古老的文明 都都是这样迷失了自己 你那个最近不听说 那奥巴马的出生证明 都是假的吗 这都是一回事 其实你细想这些文明的没落 眼界是个是个大问题 在春秋一个人类 能有什么样的眼界 在那种眼界下 我们的先人创造出了 中国的天文学 在当时这算是 这算是认知上的一种突破 如果我们说春秋的人 他们拥有我们现在人的望远镜 以他们想象二十八秀的那种想象力 科学在他们手里 你说会是什么样子 展规觉得眼界有限 这是我们文明后来 后来没落的一个原因 关键是世界就在我们周围 我们就顾着审视自己 不肯望向四周 我们的文明总是用思考来替代观察 我们不是不会思考 我们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思考 中国文明的问题在于不肯睁眼 沉迷于内心的独白 科学是打破这种行为障碍的一个办法 大视野 这是现在小孩一定比我们有出息的原因 跟小孩子讲讲 咱们国家过去的天文学 带他看看现在西方的天文学 讲讲他们之间的差别 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别 我们特长是想 而西方人的特长是看 如果能看完了再想 那我们就厉害了 对吧 但是从宋朝以来 我们所谓的儒学不但不肯看 而且是要用背来代替想 这就是我们文明后来衰落的原因 我们的未来在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视野 小孩子要有大视野 另一个是要摆脱一种束缚 从心理上摆脱我们对正确答案的依赖 善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 然后敢于提出自己的主见 这就厉害了 其实来天文馆很有趣 并不像掌柜刚才说的 好像很严肃的话题 不是这样的 这里真的不缺少小孩子的笑声 甚至还有好多哭声呢 这里的玩具啊 这里卖玩具的地方特多 但是跟大家说 真的很贵啊 常常让小朋友为此落泪 门票只有十几块 但是看电影人得花一百多 是吧 买玩具 至少两百多 是吧 我觉得啊 其实来北京一趟不容易 这值得 是吧 这些都是以后他能记住的东西 对小孩子很多教育是前一幕化的 科学是我们大人给小孩子最宝贵的礼物 来天文馆啊 其实还有一个 一定要来看那个球目电影的 我是每次都看 只要来我就看 我儿子是搞不明白 我在那看什么 他不理解 曾经就觉得真的很奇怪 我跟你说 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 没有我们那个时候 爱看星空呢 现在虽然也有惊呼 是吧 当天当在球目电影看的时候 当他把整个天空 给你展现在眼前的时候 也有惊呼 但是基本上说 我觉得很安静 我们小时候看这个的时候 真的那叫什么 那叫蛤蟆炒坑了 是吧 这片子放15分钟 每个小孩都是用最大的音量 在那说15分钟 这是这是那个时候和现在的不同 其实有一天我我突然明白了 我们小时候啊 看球目上的这个天空啊 我们相信那是真的 我们所诧异的是 怎么天突然就黑了 因为电影院头顶的那个 那个球目的天空 就和我家院子顶上的天空 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他更清晰 他看到的星星更多 可是可是现在你你晚上抬头看 即便是最晴朗的日子 北京的天空中能有几颗星 满天星的 现在的小孩抬头一看就知道 这是假的 真的 天文馆也是一个一个北京长大的小孩子 当年一定有的记忆 是吧 我我不关心宇宙的起源 我也不关心星际旅行 我只关心头顶上的那片天 这是我每次都来到这里 都要看这个球目电影 看这种星空的这个这个原因 我我爱带小孩子 其实私下走走 甚至有时候觉得呀 这是和和手机在争夺我的孩子 于每天让他低头看手机相比 我可能更愿意带着他抬头仰望星空 我觉得那是一种情怀 一种叫做叫做什么 叫做博大的情怀 现在的小孩真的很奇怪 一脑子星座 你知道吗 你是白羊座的 他是水瓶座 他到天文馆的时候 他感兴趣的是这些 因为你是白羊座的 你的命运就如何如何 因此你的性格就如何如何 其实掌柜啊 也和外国人也接触过 没有哪个外国人真的信这些 在我眼里真的星座 小孩嘴的星座和当年说的二十八秀 真的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就是换了一种算命的态度 引进西方的文明 绝不是把星座变成星座 然后继续我们的预测未来 不是这个 这不是进步 这是倒退 这又倒退回拿星座算命的时代了 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现在小孩子的视野 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就又会走回过去 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 就应该在这 这是天文馆的思考 对吧 但愿每个小孩都能带着一种 对宇宙辽阔的那种向往 离开这里 带着对我们古老文明 发自内心的理解 发自内心的骄傲 然后去走向世界 去发现这块土地上已经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已经黯淡的星座 我相信未来会有 会有群星闪耀的时代 怎么样 跟着掌柜去旅游 一边走一边想 掌柜说的这些故事啊 这是一种传承 当年我家的老人就是这样 带着我四处走的 我今天也是这样 在带着我家的小孩走 走到哪就就讲到哪 好了 我们的博物馆记 今天就讲到这里 北京天文馆 希望有时间你能来看一看 带着一种对对文化的探索 审视我们的过去 仔细品味我们的现在 思量一种未来 好了 这里是行者掌柜 听北京 带你少读万卷书 多行万里路 请为一个文人的情怀 喝彩 加我的公众微信号 掌柜说历史 汉语拼音的缩写 下一回我们的旅程继续 继续听北京 听掌柜 带你游北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